在换快的歌声当中 民众跟着音乐舞动身体 现场超热闹 桃源市龟山区农会 特别在假日举办 找到幸福 茶与花 音乐饗宴及苦茶油加年华 有音乐 农产DIY 千人茶会 闯关与农产展授等活动 吸引许多人前来参加 找到幸福 茶与花的音乐饗宴 还有苦茶油加年花卉 主要是介绍我们本区的农特产品 我们的茶叶还有我们的花卉 还有我们的苦茶油 都是制作非常精良 产品非常优秀 桃源的好茶想到出名 农会特别请茶艺老师 现场泡茶让民众享用 还设有专属茶席 以茶会友大地为席 还有精致的圣诞红花海 跟稻草装饰品可以拍照 大家都说活动超好玩 我们今天就是以 无我茶会的方式来 跟大家分享我们 龟山的好茶 那大家都有茶喝 然后大家都可以泡茶 这是一个分享的精神 看起来全部都是花海 还有我们农产品 还有教我们做很多的DIY 可以敲也可以喝 也有回照可以洗 漂漂亮亮的 所以我今天参加的很开心 农会特别规划了闯关拿好礼 跟多样化的DIY体验 有茶豆米香锤背棒等等的精彩活动 希望借此让更多人认识龟山的农特产品 进而将优质在地农产推广出去 记者赖五一 台湾报道